8月17号,2019第五届中华词笑文化节在浙江杭州举行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杭州林颖寺方丈光泉法师表示 杭州林颖寺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 从2013年活动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五个年头 他认为,宁星距离是中华词笑文化节不忘初心,弘扬词笑文化的坚守 五年来,宁星距离是中华词笑文化节不忘初心,弘扬词笑文化的坚守 词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伦理起点,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 光泉法师表示,回顾五年历程,正是大家同心协力,众志成城 推动着中华词笑文化节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的破浪远航 同时他认为,笑文化是全球华人最具认同感的传统美德 不断挖掘笑字内涵,弘扬从德向善的风尚 可增进海内外华人的血脉深情和文化认同 进而在全球华人圈掀起一股词笑风 今年,词笑文化节,我们惊喜看到有更多韩瑞瓦、炎瓦子孙 共享盛举,弘扬词笑文化形成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呼应 新的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 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 弘扬自觉自律中华文化精神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是当代中国佛教中国化的应有之意 中华词笑文化节的成功举办 充分展现了海内外阎王子孙的文化认同 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 充分表现了重置层层的共识力量 据悉,2019年第五届中华词笑文化节 由中华文化学院、中国新闻社、杭州林影寺共同主办 杭州林影寺、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承办 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员会协办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慈善家杂事社旺报 杭州云林公益基金会、浙商总会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 共同支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